小心 喂 走路會抗路 芳芳姐來看電影啊 我就說她早就有護畫室的了 那個不懂得珍惜她的人 損失個大樓 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 你是白日夢還沒醒喔 梅珍 我是說真的 你不要再遇到久住小姐了 我會養你們的 所以你願意承認我跟孩子啦 我就知道你是愛我的 你終於變回我以前喜歡的子文哥了 老天 你是故意捉弄我嗎 你在我最想要孩子的時候你不給我 偏偏在離婚之後才讓我有了小孩 我到底想要該怎麼辦啊 媽 這個孩子到底該不該留 不可以 媽 我們來拍照 幹什麼拍照 難得你可能帶我出來約會 以前想跟你都只能偷偷摸摸的 現在不一樣了啊 我沒想到你會怕恐怖片 然後找人家來陪你看 不過啊 還好你剛好有空 而且膽子夠大 不然我一個人 等到這個電影下擋 都還不敢看呢 這上天沒有一部是恐怖片啊 翔哥 我們是不是跑錯了嗎 沒跑錯 我是說 你是不是怕我一個人下班 沒有事做會不是亂想 所以才叫我來看電影 其實你根本不用怎麼做了 可是我想這麼做 要開場了 走吧 好 小心小心 喂 走路快看路 芳芳姐來看電影啊 我就說她早就有護畫室的了 你根本就不用再擔心她一個人 孤單情了 都被撲失了 就遲合我處理一下好不好 你沒關係啊 一點點容易 什麼一點點而已 你不是那個畫店的老闆嗎 難怪你上班上得那麼輕鬆 得罪客人也沒關係 原來是下班要陪老闆看電影 是我邀請她一起來的 而且有她的陪伴 我覺得很榮幸 也很開心 那個不懂得珍惜她的人 損失個大樓 你先上去吧 好 那先去廁所一下 來 我們已經去看電影吧 好 我先去看吧 老公 老公 都幾點還不回來 王子倫這傢伙真的要離開嗎 好啊 謝謝 你不要回來 不要回來 怎麼會有支票啊 王子倫 這麼該這樣對我啊 真的沒有辦法禁止 我先去菜市場 我去買菜 然後我煮麻油雞給你補身體 你送我 媽 妈 我陪你去再试下 你不进去了 等下一次产典再组织好了 你救命 是不是很难处理 不会 等我一下就快好了 好了 这样应该就不会再漏了 这么厉害 你连秀水管你都会 不要小看我 我连水电比起成长都有 我哪敢小看你 我有酒咖啡 你要不要喝 有 当然有 有什么 我昨天去打球 所以现在肩颈有点痠痛 你等我一下 你不是要帮我按摩吧 舒服 力道也很够 以前子文下班的时候也常喊累 我就是拿这个帮他按摩的 好吗 浩荣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了 而且真的要比的话 他的损失一定大多了 有人按门铃啊 你怎么会来 我是来跟你说对不起的 刚刚在电影院 每成说那些话 真的有点 包容 没事吧 你怎么会在这里 她是我的朋友 是我老板 我请朋友来家里做做不行吗 当然不行 这是我们家 是姑娘寡女独处一事 你是我老公的 我们已经离婚了 所以是不干你的事吧 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好吗 不过你要说没这么简单的话 其实也没错 因为 我正打算追求芳荣 芒芒人海的 要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有共同话题也有共同兴趣 我觉得太难了 芳荣 我很幸运 所以我会好好把握你 不会让你溜走的 翔哥 你在睡醒吗 我是不是太突然了 可能刚刚那个按摩器按了我太舒服了 所以不小心我就把 这件新话都说出来了 你在干嘛 我妈给我的支票 妈给我的支票不见了 你妈给你支票 你怎么现在才说 是不是 你拿了我的支票 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干嘛拿你的一百万支票 你怎么知道是一百万支票 我刚才只有说支票而已 当然是你说的啊 不然我怎么都知道 有这笔钱我才可以开小吃店重新开始 所以如果你拿了这张支票 请你把它还给我 拜托 你现在是怎样啊 怀疑我偷你钱 你把我当一回事就算了 现在还怀疑我是小偷 没钱 没钱 你放一放 你不要 放我 那是我妈的 所以没钱 现在是我的了 我们分手吧 怎么 你怎么坐在这 包容 包容 我死定了 我死定了 什么什么死定 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 我怎么会相信他 王子文我怎么会相信他 什么意思啊 他根本是有目的的 拿支票换现金的感觉真少 孙美诚 又干嘛 你拿了王子文的一百万 很开心吗 真是够了 都已经离婚了 还什么事要跟你报告 你别忘了我肚子里有王家的青生主肉 他才是跟满家爷大样给我赡养费 反倒是你 这个生不出蛋的老母鸡 凭什么来跟我淘这笔钱 你敢打我 我是孕妇 孕妇怎么了 你根本没有资格当人家妈妈 真的很白痴 都已经离婚了 还帮前夫要钱 李王子还剑 你敢打我 你别说肖子要乱干 我打你刚好而已 妈 你怎么来了 子文跟我讲了 你不用跟他争了 钱给他 不行了妈 那是你辛苦赚来的钱 怎么可以给他 花一百万啊 让子文看清这个人 这笔钱就当做给他的夜肚子吧 你把我当什么 鸡啊当什么 你以为你是凤凰啊 孙美晨 你真的要离开王子文 没错 我要离开王子文 这没用的男人 还给你可以吧 真面目露出来的 我看你从头到尾要都值钱 那男人跟钱 当然选钱了 那孩子呢 你打算怎么处理 你真的管他很多耶 关你什么事啊 总之我是不会在跟王子文联络的 闹走 大家好我是魏曼 订阅东森创作YouTube 和我一起支持美魏满格哦